歡迎繼續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韋家綺 那麼這一節 我們要帶您從國內政治 討論到國際情勢 那麼加入我們這一節的來賓 包括有資深媒體 也員是韓彬 韓民哥武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野武政經學博士 國際人量量哥武安 大家平安 還有我們前國安 回復秘書長楊宥明 楊老師武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先 大家來看到一下就是說 那麼在現在選戰 進入到最後倒數階段了 藍營當然有一張大王牌 那麼就是錢光市長韓國瑜了 他現在浮旋行程啪啪燥 招牌歌曲夜襲在線 一起來看看這個畫面 哇 這熟悉的歌曲一回來就知道這個韓國瑜又來了 那當然了支持者是非常的沸騰 那韓國瑜最近的行程也是馬不停蹄 到處去幫忙輔選 但是大家也希望可以幫國民黨多堅持到一些政黨票嘛 那現在很多的韓反看到他直接就喊韓院長好 一起來看看現場畫面 齊兄今天在香港還是邀請吧 馬上來了 Spain 院長好 謝謝 院長好 這部分區立委選舉都還沒有選玩咯 所以現在大家就直接把韓國瑜加封成為立法院長了 那么就是这样 难道这样子民进党会害怕 所以开始加强力道 打韩国瑜了吗 那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他们同样是辅选同一区 但是林又昌就大酸了 大家不要忘记 韩国瑜过去罢免票 比当选的还要多 他说韩国瑜推荐的候选人 市民一定无法接受 而且就连这个赖清德 昨天跑到高雄 帮赖瑞荣辅选的时候 也讲到了 游戏光跟韩国瑜 你觉得谁对台湾比较有贡献 为什么会讲到这两个人呢 因为现任的立法院长 是游席坤嘛 接下来他也在 不分区名单以内 那么如果真的过半了 那么是不是就是变成 韩国瑜跟游席坤的对决 他说赖清德说 政党票就要支持民进党 他说两者的贡献程度 高下立判 而现在瑞荣不只猛攻韩国瑜 更猛攻赵少康偏激斗鸡投鸡 要阻止韩国瑜去当立法院长 林非凡就说了 国民党不分区第一名是韩国瑜 他曾经是被罢免的市长 也走入了香港的中联办 未来如果是国民党 民众党在国会过半 那么最后会是韩国瑜 当立法院长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不过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局委 黄李锦茹上节目的时候就说 有蓝营选民抱怨 这选票上面没有印韩国瑜的名字 他投不下去 他赶紧跟韩国瑜讲说 你看韩粉现在都还没有归队 你要注意哦 因为很多的选民不开心 所以你要赶快帮忙复选 那么民进党在立委的选情 是不是没有很乐观呢 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就在韩国瑜 韩还有好友仪加持之后呢 绿营最新在宜兰的民调显示出 这国民党派出的黄真廷 似乎赢过了民进党的陈俊宇 过去大家都以为是陈俊宇会比较高 现在两个人的位置似乎互换了 那么现在还有个地方 也怕绿地变蓝天就是彰化了 那么现在有两个女人让民进党 现任立委可以说是吃尽苦头 他们说呢 现在民进党有陈修宝 黄秀芳 陈修月这三席的 彰化立委 绿营党务人士说 他们评估原本是坐二望三 景臣素月比较稳定 但是陈修宝 黄秀芳呢 跟对手是短兵相接 彰化的选情会受到 总统跟全台立委大局势的影响 加上彰化现场现在是谁 是王惠美他要行政资源呢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一定有不小的压力 而现在高雄的阵风处 居然出招了 他们说要查 柯文哲会选 黄国昌就批说 这个很蠢而且很坏 而且还曝光在场 还有民进党立委 包括了谁 赵天林 林戴化 许志杰都到现场没事 拍一个录影带去的有事 正常的国家希望司法是公平的 怎么会搞成这样 这是柯文哲讲的 那么现在他们就质疑了 赵天林 林戴化 跟许志杰都没有问题吗 那么现在民众党被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被边缘化了 所以现在有人就担心了 他们接下来不是想要不分居 至少要有八席 那么上看十席吗 现在会不会连保八 都有可能无望了呢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你怎么看 就韩国瑜最近浮选爬爬爬灶 好像对蓝营的气势 真的有起到加分的效果 对 我认为韩国瑜 他能够引起的 就是郭台铭的票回流 那这个票 可能本来就有点游离出去 那就要看他跑的地方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陈秀宝这个选区 对 这个是彰化第一选区 因为陈秀宝上次碰到柯城坊 那柯城坊被他打败 可是陈秀宝的得票率只有52% 那柯城坊是48% 所以来回2%就逆转了 那陈秀宝是陈敬丁的女儿 那因为上次就是 这个国民党这次提的这个候选人 就是前河美镇镇长 对 所以这个坦白讲 像这种拉锯区 因为上次的得票 事实上相差 大概只有7500票 那不多 是啊 所以我说这个有时候 那个氛围一不对就逆转了 而且大局势 对 我认为上次只要差距 是在2万票以内的 民进党都不一定能连任 因为这个氛围真的对民进党 相当不利 可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一区比较单纯 没有民众党 可是有一些区域是有民众党的 比如说宜蘭 宜蘭就非常明显 还有陈婉会 对 那陈婉会 人家也维持在12% 或者是内 我看过陈婉会民调还有更高的 接近两成的 所以陈婉会就蛮关键的 就是说陈婉会到底是抢到哪一边的票 还是绿 陈婉会事实上 本来跟绿营是走得比较近的 他是搞社会运动 搞妇女运动等等 所以最后是不是这个黄真廷可以维持领先 这真的很难讲 因为民进党对宜蘭还是把它列为危险区 对 基站区 这一区就是属于三人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如果是一对一 然后双方的差距是在5%以内 那我觉得民进党都要小心 因为这个到了最后那个风向 就是很多人最后会表态 那只要蜂涌而出的时候 那很容易被逆转 比如说像上次 我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李永平在戏指 对上赖品瑜 那从头到尾没有人认为赖品瑜会当选 可是最后一刻就是逆转 那赖品瑜最后只赢了2700票 就大家都认为李永平应该会上 那就输掉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那类似的氛围是反送中 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就 类似的年轻人的投票率超过六成 很高 是很高 总统大选 年轻人我们讲的是20到29 投票率高达六成 那向来都是四五成左右 所以那次当然反送中那个氛围 就加持 就激出了很多年轻人出来投票 那上一次的投票率是75 所以年轻人能够投到60 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些地方甚至投到65 年轻人 可是这回年轻人还会出来吗 恐怕打上大桌 这次年轻人 即使是出来也会分裂 因为有科问责吧 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 在很多地方的年轻人的得票率 很少超过四成的 那这个跟蔡英文上次差远 蔡英文上次20到29 我认为普遍都在七成以上 我说年轻人 就20到29岁的 那这次就不是这样 所以 而且这次的选情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上市热 所以这个也是国民党自己要加油 因为你作为挑战者 挑战者选群热 对挑战者有利 应该是这样 就是有些人就 本来没有投票就被拱出来了 对 那他们的政党的定性 没有那么强 到目前为止都是冷冷的 比如说赖瑞隆那一区 小岗那是高雄最绿的区 那听说昨天那个现场 大概是一万人 对 号称一万人 其实不算多 因为你要知道 小岗那个地方 民进党在周六周日 是可以动员国营事业的员工 来出席的 所以那个水准应该是两倍以上 没有 那边中传中估 多少都会帮民进党动员 说实在 因为是周日 所以就有一个灰色地带 到底是用什么逻辑来动员 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因为那人很多 而且这地方很绿 所以超过一万人是蛮容易的 我觉得就要看地方 了解 上次比如说侯友宜 台南进种成立 那个是属于 国民党比较弱的区 那一次就超过两万人 所以那一次进种动员就算成功 因为这次有谢龙介 所以谢龙介已经 赌定是不分区了 所以因为谢龙介上次在台南 跟黄伟哲两个人只差5% 所以我认为 这次很奇怪 就是说 侯友宜在新北跟台北 民调都不太好 可是赖金德的台南 高雄也不如预期那么好 就这样 那兵哥你又是怎么看 尤其是现在立委选情 跟总统大选两个的走向 好像不太一样 对 其实这就是蛮奇怪的地方 就早上我还有去 杨永明老师那边 我们还研究了一下 就是 就是蓝军在北部是确实比较强 可是没有强到他该有的强度 对 也就是他只领先一点点 也没有领先很多 那南部是大叔 所以这是一个蛮奇特的现象 特别是九和一大选台刚选完 北部几乎全部都是蓝营执政 那为什么会 领先的幅度这么低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自己要去检讨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制度 直接反映出来 那再来就是韩国瑜回来 当然是有加分的作用 可是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些人是期待韩国瑜 能够更上一层楼 还是有人认为说 他应该是要选总统 那这个韩国瑜自己本身要去化解 那至于林佑昌认为说 什么韩国瑜被罢免的票 比当选票多 那你应该很高兴 他到处辅选你应该很快乐 你应该根本不要阻止他 你应该鼓励韩国瑜到处去辅选 所以你在紧张什么 我就不知道 然后游锡昆 就跟韩国瑜 谁对台湾比较有贡献 这个到底要怎么比 我不知道 游锡昆是台湾史上第一个 身为行政院长跟记者承认 他就是政客的人 他自己对记者讲 他说我就是政客 有没有忘记这件事了吗 那他对台湾的民主 到底有多伟大的贡献 他以前在宜蘭干什么的 阿坤当年是干什么的 游锡昆要不要自己去回想一下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把他讲得这么神话 我觉得真的有点夸张 你是骗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 游锡昆过去干什么的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讲得太离谱 那林飞帆我觉得很好笑 他说照照上偏激 斗激投激 这不是刚好在讲林飞帆吗 过去那个说台南随便摆个西瓜 就当选人 那个人不是林飞帆吗 那个说民进党你就继续堕落下去 那个人不就林飞帆吗 然后讲完之后就投告 民进党那个人不是也是林飞帆吗 所以投机偏激 斗机不是全部林飞帆 不要这么样自我介绍好不好 没人喜欢看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 那当然像宜蘭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选情有点混淆 甚至我还看过民调 陈婉慧甚至有赢过另外两位的 我有看过这种民调 变第一名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诡谴的 当然每一家民调做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目前的态势应该还是 这个黄真廷大概稍微领先一点点 可是幅度没有很大 所以就是国民党自己要去加油 那陈婉慧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国民党自己要去想办法 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些立委 其实我个人认为 大概至少 包括民党自己也讲 他至少十个选区以上的立委 是呈现一个胶着状态 谁赢都不奇怪 那如果一切顺利 你知道这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可能国民党单独就过半 就如果按照今天朱立伦讲的话 他们真的单 因为他说他那个 不分区上看14 15期 对 然后你这个其他区域的 你又可以加10席以上 那你不就单独过半 那就不用靠民众党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会选到这么好吗 恐怕还有待观察 而且你说这种 双方五五坡的区域 在选战最后一个礼拜 我觉得民进党一定会对这些区域加强公式 国民党现在只有38席 对啊 过半要57 对啊 你这样看他区域加10席就变48 然后那个再加15不就变6席 如果按照朱立伦的算盘来说的话 他单独就过半了 但是有没有这么美好 我是觉得恐怕有在商榷 民众党现在真的是我觉得 有一点危机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的方向打得 有点奇怪 看起来不太像去很积极争取的 而是这边打一点那边打一点 没有一个很积极的主轴 那也连带显示出在他政党 跟他个人的支持度上面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你这一个 一个助寿 他不过是帮人家放一段影片 说去跟人家助寿 你说他会选 我觉得这个太过头了吧 特别是现场林智杰 赵天霖 那个林黛化 全部都在那个地方 在现场人没事 放录影带有事 这到底是什么鬼 我搞不懂 这个检察官会不会太夸张 因为当时 赵天霖都还没有说要退选 因为当时他那个事情 还没有发生 他的亲中事件还没有发生 所以他那时候在现场 为什么他就没有会选的嫌疑 为什么是柯文哲有 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去乱给人家污蔑栽赃 这真的是太过头 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的 尤其是现在选情 很多人都说跨都没有 我们看到 就是赖清德批评韩国瑜 对 他说游其坤跟韩国瑜 怎么能够比游其坤 对台湾的民主贡献 刚才韩笔讲了 游其坤从宜兰到台北 对台湾的贡献 两个字 政客 但是各位 昨天游其坤 讲了一些话 这是中央国博电台 我看了很多媒体都写了 他是去台中 帮副院长蔡奇昌 参加一个清水国小的校舍 设置一个叫做蔡惠如纪念馆 蔡惠如我等一下跟大家再报告 他对最近这个108课纲 各位课纲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在去中国话 否则这个不会是个政治问题 他说 那个北韵女的欧老师批评 删除顾言武的古文 廉此的这个争议 他说 游其坤说 廉此是君主政治的产物 古文不是不好 价值观会有问题 台湾受儒家 还有日本欧美影响 所以才会有民主政治 他说古文的价值观有问题 为什么呢 你一连此四为八德是儒家思想 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 君为成纲 富为子纲 富为七纲 你看他其实都讲得很清楚 他说三纲无形中 影响到很多人问题来 他说 刘其坤说 最近出现的MeToo 就是因为儒家思想 男尊女卑 富为七纲造成 MeToo是在台湾发生的而已吗 MeToo从西方传过来好不好 所以把它跟韩国语拿起来比 所以整个西方社会都受儒家影响了 是不是 那他又说台湾很特殊 是华语文化圈 本来是南岛羽族的聚集地 所以因为我们受到日本欧美影响 才会有今天的民主政治 这是刘其坤 他现在一连串 也就是新国会的 所谓的政国会的台独思维 各位 他去的赖慧如是谁 赖慧如是1881年出生 1929年过去 他家里是很有钱的一个大财主 他后来做到 在日据时期的台中区的区长 这是多大的官 他把他辞掉 把他所有的家场卖掉 整个移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在北京 在福州开设 就是渔业公司等等之类 然后他在日本 台湾 中国大陆 在奔走这些抗日运动 各位 他不是所谓的台独运动 他是抗日运动 结果他被抓了起来 跟蔡美火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意难忘 今年10月10号 杨烈就念他这首词 他最后那句话 他说 记得当年文姓公 千古名阳 各位文姓公是谁 文天祥 蔡慧如 心向中国 支持抗日运动 被抓的时候 写了一个文言文 向往文天祥 的正气歌 这个被游习坤在昨天 去开幕这个 蔡慧如纪念馆 他拿就是这个东西 来批评客纲 儒家思想 整个思想混乱到 难以想像 所以现在 赖清德还把他跟韩国瑜 拿来比一比